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人民在中国就是贱民 公仆住在高干病房疗养 我们的父母却病在冷炕上等死 公仆轻松用权力交换金钱 我们却为还房贷四处奔波 公仆搂着小蜜销魂 我们却在陌生的城市里找不到归宿 公仆在国外一带一路慷慨解囊 我们却只能让孩子借着月光读书 公仆强拆了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屋 还将低端人口四个字烙在我们的额头上 公仆想蒙着眼睛的正义旅神亮剑 我们求告无门 只能贵法维权 如果发生战争 你又会称我们为人民 因为你需要人民的血 揽红你的帝国 不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打仗 习主席 我们不是一伙的 你们是国家的主人 你们是红二代 官二代 你们的身上有高贵的红色基因 而我们只是国家的仆人 卑贱的奴役 继续做您的中国梦吧 无论是千古一帝秦始皇 还是三千公代阿坊公 那不是我们的梦 因为我们的梦早已破碎 血泪斑斑 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 六千万人 不是饿死 就是被你们打死 整死 秦始皇也比不过你们 秦始皇还希望江山永固 而你们什么都不顾忌 1989年学生紧紧呼吁自由民主 你们就在天安门 用坦克碾碎了他们的身体 这是连畜生都不会去做的事 四十年改革开放 中国成了第二大经济体 你们摇身一变成了红色资本家 资本主义挽救了你们 你们却给他起了个绰号 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边穷舍己欲 一边悠闲地哼作 国际哥的小犬 你们的确失去了锁链 但锁链却挂在我们的脖子上 不 我们不去 我们不去打仗 我们不去保卫你们的红色江山 战败又有什么不好 没有百年前的战败 我们还生活在奴才时代 德国日本没有战败 世界大战的硝烟还在弥漫 毛泽东战胜了 我们百年的宪政部却破灭了 我们的前辈帮你们打败了蒋介石 但换回的却是报应 无穷无尽的灾难 习主席去召集你们的子弟兵吧 从疯狂的赌场 从七星期酒店 从拖衣舞的夜总会里 去集结他们吧 他们枪法精准 他们炮功威武 夜夜激战在温柔乡 他们不会跑你们的祖坟了 他们对你们的命令从不止疑 你们的子弟兵 保护你们的利益 不会是两面人 但愿那些酒郎饭带的家伙们 不会拿出枪 但愿那些装供 防中树的家伙们 还跑得动路 不我们不去 不去打仗 我们不怕死 但我们有太多疑问 雄壮的抗美援朝 为何尽是保护金家王朝 悲壮的对月反击 为何尽是拯救屠杀了两百多万 柬埔寨人的恶魔红色高棉 美好的统一祖国 难道可以屠杀两千三百万台湾骨肉同胞 智慧的一国两制 为何想把坦克开上香港的大街上 美丽的新疆 为何变成了露天监狱 维吾尔兄弟姊妹 为何不敢说母语 被你们称为分裂分子的达赖喇嘛 为什么脸上有座慈父般的微笑 你们折磨致死的刘晓波 为何赢得世界尊重 充满自信的你们 为何要建互联网的柏林墙 你们宣扬宗教自由 为何要砍掉基督教堂的十字架 你们宣扬依法治国 为何要逼迫维权律师和异议人士电视认罪 你们自称是马克思的信徒 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妄议朝政 你们自称科技世界第一 为何却造不出一枚小小的芯片 不我们不去不去打仗 四十年的韬光养晦 你们终于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你们制造的航空母舰正在南海炫耀舞力 你们花钱收买的西方媒体和犬儒 正在传播着你们的谎言 你们强大了 于是撤下蒙在脸上的面纱 你们自信了 于是要主导世界走到舞台中央 但你们要打造一个怎样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没有自由 没有公正 没有尊严 党国议题 那是奥威尔的1984吧 是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吧 现在世界已经看清楚了你们的模样 当世界对你们发出路后时 我们不会去阻挡 世界文明的脚步 不 我们不去 不去打仗 奴隶不会为继续当奴隶而去打仗 我们卑贱 但并不愚蠢 我们会等待 等待着火上喷发的那一耳 我们会观看 观看你们被岩浆融化的场景 我们要证明 伟大的舵手 人民领袖 只不过是衣冠禽兽 我们要证明 人间不可能有天堂和永生的盼望 我们卑贱 但并不落落 我们要去 要去打仗 但枪口却对着你们 我们要用生命为后代 换取一张属于他们的选票 我们要将以下的文字 以黄河的水为墨汁 写在五月之首的泰山上 人能生而有自由 人能生而有平等 人能生而有尊严